公读《轮隐胜讯》第一册第357页 老天对于每一位众生都是公平的 上天能够帮忙你的都尽力而为 但最难救的就是无名之人 毅力的千禅不是言语可以道尽 希望你有好日子可过的人应当要好好珍惜 学到人要忙里偷闲 不要天天只为繁杂事物而忙碌 人生的目标应该不止这一些 要多广结善缘 今生结好缘 来世才会有更好的因缘 学到人一步一脚印 切莫好高物源 从原地开始来走 每一步你要留下很深的脚印 让后面的人来学习 教导众生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 不只具备耐心 爱心恒心 还要有包容体谅的心 所以希望你在付出与学习当中 心中都有愉快踏实与喜悦的感觉 让你修到能够实实展现开朗的笑容 感谢观看